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胜的 我们今天下午要特别要认识一个聚会 叫开席聚会 这个凯就是得胜 凯旋 然后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有两个重要的运动 都是属于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我们要讲成圣 我们不能不了解这两个成圣的运动 在19世纪中叶有两个成圣的运动 从不同的背景去开展 然后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赛唐克所讲的 从约翰卫士里的这个的卫理工会的背景里面 这些在北美的卫理工会 当时在北美卫理工会已经算是个非常大的宗派 差不多在所有教育当中有三分一的教会是卫理工会的 那这些卫理工会背景的传道人 他们觉得教会好像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放凉 他们就要恢复到当年约翰卫士里这个成圣的教导 就开始这样一个成圣的追求 或者成圣的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然后我们也知道因着这个成圣运动 带出来美国的五旬节的这个福建的运动 那就是从约翰卫士里 这样的一个的系统分出来的 带出来的 但是有另外一个成圣的运动的系统呢 基本上是比较偏向长老会的 然后我上一堂课讲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 就叫做William Botman William Botman 那这位传导人基本上他原来是长老会的传导人 比较受改革中的神学影响 那么他也推动一个运动 就是成圣者的运动 或者成圣的运动 一个成圣的人 也就是一个得胜者 他推动一个叫Victorious Life Movement 基督徒不应该是常常软弱的 常常跌倒的 他是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应该是常常是得胜的 就好像启示录 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期望 得胜的 得胜的 那么这个开始聚会 在18 我们的笔 看看 有两根是没水的 1875年 在英国的一个湖区的小镇 就在Kisswick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开启聚会 基本上是这个地方的名字的翻译 它翻译得很好 凯就是得胜凯旋 然后又强调安息 那的确在这个聚会当中 他们教导这个安息的重要 那在这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讲员 就是穆安德烈 Andrew Mooney 我们很多人有没有读过他的书 应该都读过他的书 那穆安德烈就曾经写了一本书 叫《累在生活》 In the life 那么基本上 穆安德烈是非常赞成 这个开启聚会所强调的 真正的得胜 乃是要完全的安息 所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Let go and let God 好像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去那边挣扎 在那边努力 乃是让我们安息在基督的里面 真的住在主的里面 住在主的里面 但我们完全的安息 完全的信靠 主为我们正在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 西伯来书第四章 这个完全进入真正的安息 这样一个教导 我们放到西伯来书 第四章 西伯来书 第四章 第十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来是谢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谢了他的功一样 我们要真正的谢了自己的功 不是在靠自己的意志 在靠自己在那边 好像征战 属灵征战 不是你来征战 而是你完全真的放下 完全的安息在主的里面 让主来掌管 让神来掌权 让神来为你征战 所以得胜的生活的秘诀 首先不是你要做什么 去得胜 来自你更多的不做什么 完全的let go 真正的let go 才能够let god 否则神没有办法做事 左手左隔 挡手挡脚 神没有办法 能够自由的来运行 来动功 但当我们真的是放下我们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一些方法 完全安息 住在主的里面 stop trying and start trusting 接着他们一个重要的口号 不要好像是这个 是那个 跑这个聚会 跑那个聚会 用这个属灵征战的方法 用这个 除这个隔代咒诅 不是要搞一套好多的方法 去找不同的聚会 不同的讲员 给你按手 给你怎么样 stop trying 你就找个安静的地方 你就放下一切 不要想说 这个聚会有恩告 就要去跑这个聚会 要跑来跑去 搞得好累 不需要 他说 stop to start trusting 完全的安息 来信靠 相信神 他自己完全的掌管 完全的做工 完全的为力而去征战 所以解释 这个开席聚会 实在翻得很好 真正的得胜凯旋 第一步 要学安息 那第二个 他们重要的教导 基本上 他们 也是 接受到 约翰卫世里 这个 second blessing 这种的教导 就是 不但是 得救 得救 第一个祝福 你还要努力的追求 这个second blessing 来是被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管制 但是 他跟约翰卫世里 有个很不同的地方 我们 上礼拜 前几天 不是讲到 约翰卫世里的成圣观 是可以什么 他认为 可以达到一个 完全成圣 这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的这样一个 完全成圣的 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 开启聚会 特别是 William Bokman弟兄 他说 我们来是要 不断的 不断的 一生的 去胜过罪恶 达到个警戒 叫做 Able not to sin Able Not to sin 能够可以 不犯罪 可以得胜一切的罪恶 不是 Not able to sin 这两句话很重要 按照约翰卫世里 那种传人成圣的感觉 是这个 Not able to sin 不会犯罪 传人成圣 当然我们已经讨论过 他的罪的定义 是把它 这个 简单化 降低化 不知不罪 但是 Bokman 他说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地步 是 能够不犯罪 而不是达到一个 全人成圣 好像 Not able to sin 不会犯罪 不能够好像 完全像耶稣 耶稣是 他 可以 Not able to sin 当然这个也是很正义 究竟耶稣是 Not able to sin 还是 Able not to sin 这个也是在神学上 很正义的 有两个派别 站在耶稣的人性 他是 Able not to sin 谁漏了 怪物你们看不清楚 Able not to sin OK 那讲究要改一下 按照 Bokman 他的教导 我们可以进入 传人成圣 不断成圣 这个警戒就是 能够不犯罪 而不是说 不会 Not able to sin 就是说 不能犯罪 不会犯罪 有差别这句话 看到这个差别吗 意思就是说 还是需要不断的警醒 你还是有可能会犯罪会掉下来的 只是你面对罪的事 你Able 你有能力可以对抗他 不犯罪 而不是达到一个地步 你根本不会犯罪 那你就真的是完全成圣了 你就好像没有身体的软弱了 没有老我 没有罪性 那所以 这个基本上是约翰威斯里 传人成圣的教导 看到我们前几天所讲的分别吗 那Bokman是比较站在改革中 长老会的背景 他深深的认识 加尔文所说的 人的什么 全然败坏 Total deparity 就算你怎么去努力 你最多只能达到这个警戒 Able not to sin 而不是 Not able to sin 你不是一个机械人 你还是有血 有肉 有身体 有各样的情况的 但是 Bokman特别的提到 每一个基础图呢 都应该努力追求 达到这样一个得胜的地步 Able not to sin 能够不犯罪 这种的生活呢 得胜的生活呢 他说 这是正常的基督生活 No more Christian life 但你发现 今天我们所经验到 一般基督正常的生活 都是什么 都是很软弱的 都是犯罪的 都是跌倒的 好像看到教育里面 都是丢子里面 因为问题重重的 他说 这个不是正常的 正常应该 在这个得胜者的真理的教导当中 他能够 不犯罪 过得胜的生活 这才是正常的 好 让人真的认识 我们是主的门徒 应该看到这些正常的基督徒 是一些得胜的基督徒 他们被吸引 能够认识神 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的教会 一般的光景 都觉得弟兄姊妹都是软弱的 特别在北美的墓会 我常常说 在北美的墓会 都是在 baby seat 也是灵性软弱的 婴孩 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都是 都是些灵性软弱的 小baby 要这个 要那个 要这个哭 那个闹 这个打架 那个 撕飞 哎呀 真的是 问题重重 我常常有机会 就打电话 跟张伯利牧师交通 他说 哎呀 在北美墓会 等一下就说 这个夫妻吵架 找我去 等一下就说 他的儿女 出了问题又找我去 他是搞得有时候 蛮累的 在北美墓会 好像 一般的基督徒 正常的情况 好像就是那么的软弱 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 William弟兄 他认为 我们可以 成为一个得胜者 Amen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不应该常常软弱 应该是常常喜乐的 Amen 不是常常 哀声叹气 然后常常 就是犯罪跌倒 然后就 整天就是 找牧师告解 当然我们基督徒教 是不告解了 找牧师认罪 就不错了 甚至今天 很多基督徒犯罪 牧师要去找他 要帮助他 他都说 没事牧师 很好 所以 在基督教里面 做牧师 比在天主教 困难很多的 天主教里面 对人有很多 的教导不对 但是 最少基督徒犯罪跌倒 他会什么 主动去找神父 认罪告解 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没明知道 这个弟兄有问题了 都不敢 就是说 特别去讨战他 要等他来讲 他又不讲 没事牧师 平安喜乐 但是你没明 都知道他有问题 他不讲 所以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软弱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威廉姆弟兄认为 我们是可以 努力地追求 过得胜的生活 而且是 一生努力地 不断地 胜过我们的罪行 没有停止 所以基本上 跟 约翰卫师 你的教导 有一点点 不一样 你的老我 身体 罪性 永远会在你里面 这个的 征战 要不断地 不断地 不断地 被圣灵充满 不断地 被圣灵管制 你就会不断地 靠主得胜 是一个一生的努力 这个是 开息 聚会 或者开息 Kiss Week Movement 或Convention 他们这个主要的 神学的 一个观点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开息 的圣洁运动 所以跟美国 威力公会 那个背景 的那个圣洁运动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有点像 我们前几天所讲的 就是说 你 进入这个得胜 这个高峰 你要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持守 要不断地 一次又一次地得胜 那么甚至呢 你可以把这个图 编成是这样来看 是这样的 不是已经 好像 到了一个平的 约翰卫式 你的观点 是比较好像 是平的 就是 完全了嘛 完全成胜 但是 他的观点 还是可以 不断地得胜 不断地得胜 一直一生地 能够追求 这个得胜 可以approach到 这个limit 一直可以努力 那他们如何 在这个 开启聚会里面 教导弟兄姊妹 成为一个得胜者 那么他们基本上 透过一个礼拜 会说 五天的聚会 每一天 有不同重点的信息 那这种的聚会呢 就有点像 现在不少的教会 开始有所谓的 预见神的营会 encountering meeting 有没有参加过 encounter的这种meeting 我曾经去过一次 这个 一个教会 他们在 Santa Cruz 办过一次 我去过一次 那么 开启的聚会 他们就是 连续几天的 第一天 他们 特别讲 罪的信息 强调罪 讲罪的 严重性 因为你得胜 要得胜什么 得胜罪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的仇敌 你的敌人 是什么 就是罪 你的老我 你的罪性 就讲到罪的 严重性 可怕性 真实性 多样性 诡诈性 把罪呢 讲到真的是 非常透彻 非常 要你认清楚 你的仇敌 所以有几段的经文呢 一定要读的 我们先看 罗马书第一章 都是对罪的一些描写 当然诗篇 五十一篇 大卫的认罪诗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看罗马书 第一章二十八节 这个讲义没有 补上去 我们从二十八节 读到三十一节 那特别在美国 这个同性恋的罪 越来越可怕 好 我们一种来读 二十六节 因此神 任凭他们 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 顺性的用处 欲否公信 彼此贪恋 男和男 行可羞耻的事 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 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纯邪癖的心 行然是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基督 凶杀 正经 诡诈 独恨 又是伪谤的 背后缩人的 怨恨者 母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为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悲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我们读前面的 可能觉得 我们还没有份 但读到后面 有没有一两个 讲中你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罪 好让我们知罪 认罪 还有什么 恨罪 还有呢 离罪 然后 圣罪 而不犯罪 过这整个生活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 好像口里面说 哎呀 我错了 我犯罪了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罪都是 很简单的 但是 真实的认罪 是真的需要 你知道这个罪 的错误 它的可怕 然后从心里面 毁罪 来认罪 而且在这个毁罪当中呢 你真的痛恨那个罪 为什么会那么糟糕我 犯了那么可怕的罪 那么 那么可恨 然后 愿意离开这个罪 然后靠主 去胜过这个罪 所以第一天 他们基本上 就是 思想 这个罪的 严重性 跟可怕性 然后我们再翻到 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段 描写罪的 情况 罗马书第三章 十二节 到十六节 好 都市 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 坟墓 他用舌头 弄鬼炸 嘴唇里 有死的毒气 马乙口是 咒骂 普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中 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 残害 暴力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 不怕神 这个是比较明显 针对 不信主的人 的一种光景 他们眼中 不怕神 各样的 这种的咒骂 苦毒 杀害 流人血 种种的罪 然后我们再翻到 加拿大书第五章 加拿大书第五章 对罪的 第三个描写 好 我们从这个 十六节 读到二十一节 十六节 好 我说 所以你做圣灵而行 就不放这种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上争 圣灵和情欲上争 这两个事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二见的 就如奸淫 污畏 邪当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圣灵 忌恨 辱 辱 结党 纷争 异端 极度 罪走 放厌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也告诉你们 行这样的事的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解释对罪的一种描写 我们再翻到书 我们再翻到乙福所书第四章 乙福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 从25节到32节 好 所以你们要弃绝认 所以你们要弃绝访言 个人与林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就不要犯罪 不要寒露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走可以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畏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说造旧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俗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闹恨 愤怒 殃闹 委谤 被一切恶毒 独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谣述 正如神在基督里 谣述了你们一样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对罪的 直接的描写 当然正面我们该做的 就像31节 32节 恩慈相待 存良敏的心 很多时候正面的 我们也做不到 但是 首先我们对这些负面的罪 我们真的能够反省 好让我们 不给任何的罪 留地步 能够远离一切的罪恶 所以解释 在第一天的聚会里面 传讲对罪的一种提醒的信息 好像弟兄姊妹真的是可以在聚会当中 流泪的 流泪的认罪的悔改 所以这个聚会的最后的目标 真的是让弟兄姊妹可以带这个忧伤痛悔的心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就是忧伤痛悔 流泪的悔改 所以这个聚会 最后他们的目标 一呼召就是我们愿意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不是求圣灵充满倒在地上 来是求什么 很多认罪的眼泪 在聚会当中 真的是被神的话来光照 然后畏罪畏义 自己责备自己 在神面前流泪痛悔 真的看到自己是那么的软弱 那么的可怕 这个罪是那么的伤害 那么的不讨神的喜悦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这是第一天的聚会 所以不是讲抑制啊 释放啊 然后都怪给原生家庭啊 怪给第七代的祖先啊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常常把罪都怪给原生家庭 怪给我们的祖先 所以觉得自己没什么错 但是不是来说面对自己 是自己犯罪得罪神 不能学夏娃 都是那个蛇害我的 亚当说都是那个女人害我的 其实本身都是罪 你都怪原生家庭 怪别人 其实你这个动作都是罪 都是诡诈 不认罪 你自己犯罪都是得罪神 所以第一天的聚会 是真的 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软弱 在神面前能够流泪 痛哭自己的罪 为罪 为依 为审判 自己遮备自己 这是第一天的聚会 那你发现今天一般的退休会 不会讲罪的 都是讲 哎呀 内在医治 如何被生灵充满 如何能够成功 如何能够怎么样 不讲罪的 所以巴不得我们这样来 你要领退休会 第一天讲罪 让大家真的是 面对自己的罪 能够离罪 能够胜罪 好 这是第一天 开始聚会的一个特点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参加这个 遇见神营会 他们的内容是怎么样 也是有认罪 到最后就 医治跟圣灵充满 所以很可能 这个遇见神营会 也是学了这个 十九世纪 开始聚会 就是第一天 先讲罪 好 第二天 他都讲 得胜罪的方法 不是单单只是在 罪里面认罪 然后又犯罪跌倒 不是在罪里面打滚 怎么样 怎么样得胜 罪恶 能够过得胜 生活的方法 那基本上 他们会提到三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看罗马书 第六章 第三到第五节 罗马书 把人带到耶稣 基督的面前 只有靠主 可以得胜 我们来看 第六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好的 我们一同来读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这些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上的样式 像基督与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 与他联合 所以我们在讲 如何胜过罪的时候 我们曾经引过这段经文 那基本的信息是一样的 就是 与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 与他同死 对罪是一个死的态度 然后 与耶稣同活 与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 能够联合 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活出神的性情 所以一方面 是对付罪 致死那个老我 靠圣灵 靠与基督 这个死的形状上联合 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 经历耶稣基督死 跟复活的大人 成为你的经历 所以解释 第一方面 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 经历十字架的死 也经历 要与主 要与主联合 不但是与主的死 跟复活联合 今天很多基督徒 有经历第一步 与主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经历十字架的对付 但是他说更重要是 经历与主联合 不是单单与主的死 跟复活联合 分别在哪里 与主本身 与主同行 同共化 不是单单好像 经历十字架神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工作 要经历 结尾 Living 符合的主 Living Lord 真的像保罗所经历的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来世 基督在我里面活 在灵里面 能够不住地与主临交 不住地团契 不住地来仰望他 依靠他 你跟主有个非常活泼的关系 这是第二步 与服务的主联合 那这个联合 就是 过了你都前述第一章 保罗特别提醒我们的 第一章第九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第一章第九节 好 一同来 第九节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得分 原文是什么意思 英文放的 我们不单单跟十字架发生关系 与主同死 同复活 我们要与这位丁十字架 的复活的主 有 Fellowship 这也是神拯救我们 我们原是被他所招 被他的恩招 神救赎我们的目的 不是单单要我们 我们罪得赦免 得永生 得好处 神的目的要得着什么 与我们一同的团契 能够与主同行 共化 不断地来仰望他 亲近他 这个才是救恩 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常常说 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都传错了 传了一个意志的福音 一个成功的福音 上天堂的福音 这些都对 但是 回到神的话 神拯救我们 是为了什么 恢复跟我们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 真的享受基督的同在 不断地在灵里面与他灵教 也是耶稣教约翰福音十五章 所讲的枝子跟葡萄树 那个什么 不停止的那个灵里的连结 好 第三方面 如何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放到罗马书 先看加拿大书第五章 我们刚才读了 加拿大书第五章 第五章 十六节 如何过得胜的生活 十六节 我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中肉体的情欲了 好 然后再读后面 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 就当靠圣灵行事 所以这里提到 第一要顺着圣灵 第二是什么 靠圣灵行事 然后我们这里 和我们放着靠圣灵行事 其实不是很传神 在原文其实 或者英文圣经 是walk in the spirit walk in the spirit 所以要我们常常 有这种操练 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什么 你一走路 一walk 就要想到walk in the spirit 当你散步的时候 觉得微风吹得好舒服 你要想到风就是什么 如同圣灵的微风 你walk in the spirit 在享受这个微风 当然现在冬天是寒冷的北风 受不了 但是 然后我们一行走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想到 walk in the spirit 靠着圣灵行走在圣灵里面 要借着圣灵 可以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 所以开启聚会非常强调 要靠圣灵 来仰望圣灵 与圣灵同行 来治死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罪性 我们再放到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那个speaker要大声一点点 我们看第八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然后再看十三节到十四节 好 因为谁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谁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来自生命平安 然后十三节 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就提到两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是什么 如果能够得胜 如果能够得胜我们的肉体 私欲邪情 体贴圣灵 什么叫体贴 什么叫体贴 在King James Bible Find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你整个的思想 你的头脑什么 充满了圣灵 想着圣灵 所以圣灵不是一个好像很远的 来自你常常就是思想圣灵 就好像Bennyham 一早起来就是Good morning 圣灵早安 他第一个思想就想到圣灵 他就能够得胜了 能够靠着圣灵而来行事了 你就能够经历到13节所说的 靠着圣灵 制使身体的恶行 假如你根本心里面 你的思想里面 根本都没有想到圣灵的 一想到圣灵就是灵恩派 很多比较保守的教会 他们不想圣灵的 我在香港新竹好几年 从来没有听过 在教会里面讲圣灵两个字 我是去到台湾的 那个小小的教会 才开始听到 有讲圣灵 有些保守的教会 保守的地步 连圣灵两个字都不提的 根本不认识圣灵 但是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要认识圣灵 要思想圣灵 随从圣灵 靠着圣灵 要行在圣灵里面 意思是说你整个的生命生活 根本不能离开圣灵 要最终 特别在开启机会 最后一天会讲到圣灵充满 我们等一下会讲下去的 好 最后解释第二天 信息的重点 第一 要 认识什么 与主的死 跟福活联合 经历十字架的破碎 十字架的大了 第二 经历这位福活的主的联合 常活在主的面前 跟主有密气的灵教 与主同行共化 这是得圣的第二个秘诀 第三 你要敏感圣灵的同在 常常思想到圣灵 与圣灵同行 倚靠圣灵 这是第二天的信息 非常怕佛的信息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就把十字架讲得透亮 把耶稣的死跟福活 讲得透亮 然后再讲到这个活泼的 与主的内在生活 所以难怪他们请了 穆安德烈 穆安德烈这些方面 是很多经历的 讲内在生活 那我前天也提过 包括戴德森 也好几次在这个聚会里面 做过大会的讲员 戴德森 当然F.E. Meyer 也是做过这个大会的讲员 穆迪也做过这个大会的讲员 差不多十九世纪 一些被神用的 一些神的仆人 都在这个聚会里面 有些教导 好像现在还在有 有机会去英国去参加 这个开始聚会 那这种的开始聚会的形态 我知道这个 吴老牧师在纽约 他们每年几月份 七月份 他们也是类似的 当然他们的重点比较注重等候神 但是跟这个开始聚会的主题 没有分开 因为安息 你要安息才能得胜 也跟这个 得胜生活的第二点 是配合的 与符合的主的Fellowship 灵力的与主的密切跟灵教 内在生活的一些经历跟追求 好 所以关于 第二天的聚会 的信息的重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接门课的要求 没有考试 但是 要求我们 每个人 做一个的 教学的 内容的大纲 假如你要开 一门课 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 过得胜的生活 怎么追求成圣 你这个课程的设计 内容 能够从 我们的教学当中 教导当中 甚至在 你们所看到的书当中 或者说过去 你的经历当中 把它怎么整理出来 我希望是成为 你们将来 一个很好 用来教导的 一个的课程 而不是只是 一个paper 教完了 就丢在一边 没用 所以我就 不让你们考试 因为考试那个 只是用来背书的 只是让大家好像 复习一下 不要一下学了 就忘了 但是我希望 接门课是 很practical 很实用的 你把整个课程 包括你所看到 指定课本 所以要读的书 你过去信仰的经历 怎么样胜过罪 怎么过成圣生活 你针对一个信的主 受洗的 一个初心的 你要给他个 成圣课程的训练 然后可能这个课程 有20章 或者15章 你自己设计 第一章讲什么 第二章讲什么 第三章讲什么 不但有一个大纲 也有些简单的内容 一些经文 就好像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你给学生的笔记 要送到我这边来 我来看一下 究竟哪一个的成圣课程 最棒 找到这个庙方 我们就有希望 所以说不定 你可以把开心聚会 第一天 第二天的这些 重点可以吸收 还有包括我们之前 所讲的成圣八部 对不对 也可以把它吸收 整理 所以可能你这个报告 这个的资料 最少最少 我看没有15个chapter 也有20个chapter 因为最少 你有15个主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可能 只有六七个主题 那么简单的讲完 不可能 太丰富了成圣的教导 能写更好 然后我们之后看看 怎么样在网络 给它出版出来了 就是成圣神学的网络 出版集 杨培培务师 然后Dr.Wood的上次 也是很厚的 写三文一体 都可以把很多资料 通过我们丰富的网站 放上去 大家都觉得 哇 丰富的学生不得了 都还没毕业 就写书了 不得了 一个月 一个月 所以课程结束之后 一个月 所以还有很多时间 不用怕 不用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课程的要求 这个所谓心得 就是你的教导的课程 教导成圣的课程 没有没有 你看看我们 一开始发 发给你们那个课程要求 对 书要读 书要读 不是 不是 我们的指定参考书是一口气读下去的 你不能只抽 不是 没有 上面有写明指定参考书的嘛 指定的必读的 这本要读 其他可以参考 但是指定必读那本要读了 就是写作业 就是作业 不是PowerPoint 我不要PowerPoint 对对对 是就好像一个读书报告 一个读书的一个论文一样 讲课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内容跟资料 教导的资料 对 对了对了 所以没有考试 只有阅读跟这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你要预备 好像你就是下个月 要开始开这个课 所以是很真实的 我们要不要来开一个这样子的聚会 我们办个开始聚会 美国版的开始聚会 我们可能不能五天了 可能三天浓售一下 名字不错 赢见神凯席聚会 很好 不错不错 看看假如同学有负担 让你们不但是做个报告 也来办一个聚会 看看有没有成圣的国校 好 第三天 第三天 主要的信息 要我们放到罗马书 十二章 第一节 大家开始很兴奋 很兴奋 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节 是第三场聚会的重要的信息 所以章第一节 我们一同来 所以弟兄们 我与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来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 重点 是要 把身体献上 consecration 看到自己的罪恶 自己的软弱 过去为自己而活 过去自己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权 好像信仰是 要神来成就我的一些需要跟想法 而到了 你愿意把圣体献上 为主而活 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 交给主 那就会有一个得胜的突破 所以我们再看 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十八节 我们来看十八节 好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有的我 只是寻出来 有的我 就是 看到自己的 这种挣扎的 软弱的光景 可以说 对自己 对世界 完全的失望 转向主 愿意把生命主权 交在主的手中 让主来完全地带领你 让主在你的生命当中 来动工 来改变 假如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 交给主 神没有办法自由地在你身上动工 所以我们翻到罗马书十四章 十四章 罗马书 罗马书十四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 过去是为自己而活 现在呢 我们来读第七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是谁的人啊 是主的人 表示你整个生命的主权 完全地交给主了 本来就是圣洁的 是属于主的 只是我们从来不体论这个事实 当我们真的看到 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主 也应该交给主 把身体献上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 可以进入得胜者的生活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为主而活 一切都在主的手中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 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我们都会经历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保罗所经历的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丁时下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好 基督在我里面活 表示什么 基督在我里面什么 掌权 不是基督成为我的帮手 基督成为我的主 我的王 在我里面掌权 基督在我里面活 但今天很可惜 很多基督徒 基督在他们里面是死的 好像 基督根本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作 也没有主权 都是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动作 自己的决定 所以耶稣责备那个杀敌教会 按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基督没有在他里面活 好 所以第三天 你可以想象 这个聚会到最后 一定会是怎么样 是献圣的 一群一夫照 谁愿意把这些献给主 为主而活 就是一群一群的人 走到祭坛前 把这些献给神 不再是那个眼泪 在那边认罪啊 痛哭啊 真的走出这个流泪骨 能够进到 真的是很喜乐的 把自己归给主 献给主 终于你找到 你生命的主人了 不是献给你的丈夫 也不是献给你的妻子 更不是献给你的儿女 也不是献给任何的东西 是单单献给主 好 这是第三天的信息 所以你发现 他们的信息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 response goal 所以我们要学讲到 一定要注意这个 response goal 你讲完这个信息 你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不是讲一篇很好笑得到 很好听很动听 大家笑 嘿嘿哈哈 这个不是我们的go 那个只是一个引言 只是能够让大家好像 更可以receptive 能够接受 你要先想清楚 你讲完这个信息 到你呼召的时候 你希望得到什么目标 是要得人如得鱼 真的是要抓到一些鱼 你的response goal是什么 你发现 每一天的信息 他们的response goal 都很清楚 第一天他们要看了什么 眼泪 一对这里 哭得哀哩哗啦的人 第二天他要看了什么 笑 要看到笑 要靠主 得胜靠主 常常喜乐的 就是一呼召 大家就愿意 真的成为得胜者 走进得胜者的行列 要靠十字架 愿意面对十字架的破碎 愿意真的过累在生活 愿意依靠圣灵 所以一呼召 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出来 愿意 进入这个得胜的行列的 靠主得胜的 然后第三天 一呼召 要看到什么 很多跪在主的面前 愿意把字献给神的人 每一天都有一个情形 愿意把神的人